哈喽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全体育网的美洲蓝潭 这一期依然有我布莱恩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 然后有我们的常驻嘉宾Jordan 哈喽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要来谈就是 源自于上个礼拜你有写一篇专栏 对 就是关于沙拉越 沙拉瓦那边有两个球员被竞赛的 然后惹起蛮大回响的 是 其实真的蛮多人在讨论 我的就是我朋友圈里面 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东西 有在追踪本地篮球的应该都会对 这件事情会就大其实很多想法跟评论 对 你在你的Facebook那边post出来之后 也是有很多人在底下留言 包括我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有些 有些人就留言说 其实这种竞赛的方法跟规则 就是规章 到底合不合理 我们今天要讨论是到底合不合理的 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到底是凭着什么依据 来执行这一套 就是所谓的球员竞赛 就是拒绝代表 拒绝代表 周队去打比赛 那你会被竞赛 那是不是球员有选择权 因为现在目前这样看起来是 球员是没有选择权的 就是周鼠会讲要竞赛就竞赛 然后就是 即使你是那个球员的 比如说如果你签约了一个球员 那如果球员叫你不要去打的话 可能你也不能去打 因为像现在这个 像沙拉瓦那边的情况 我掌握到的就是 朋友告诉我的情况 就是说是球员不让他们去代表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可是这边 公说共有礼 婆说婆有礼 那另外有消息传出是 因为球员不想打 因为要念书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 如果球员要去念书的话 不想代表周 但是那个 那个私底下又有人说 其实是球员叫他们 不要去打 说用做工还有用学习的 那个理由 可能只是借口 不过这个也是 一方面的那个说法 这个也是值得很 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因为现在目前 接下来一整年也可能 恐怕不会有很多比赛 然后 松脉我们搞不好也会 松脉已经确定 然后 原首杯搞不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明年可能也办不了 那 其实现在周 就是各个州属跟属会 是 所有的蓝运的活动都是 好像是停止运作这样 因为没有比赛嘛 然后 整个蓝总跟属会 他们的作用其实是不大 那 最近是有好几支一些 比如说 一些民间的一些 一些老板自己就搞了球队 那 其实 我们蓝总是不是 我们大马蓝总 他是不是有一套规章 去规范说 像这些俱乐部 他就跟球员订合约的 有一些是有签合约的 对啊 就我们所知 那签了合约 像这个合约 在 因为他这些俱乐部又没有注册 对 于这个大马蓝总底下 完全是没有关联的 他是一个私人机构 这样子 所以第一蓝总管不到嘛 然后第二现在很明显 这个 沙拉越的这个事情就是 俱乐部跟周数 对 一些 就是球员的问题 就是整两个 两个要拉球员的问题 现在整 我觉得依据这个法理来讲的话 应该是周优先 如果你要正统来讲的话 像如果我们看 刚才我们都说了 我在文章里面也是有提到 你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应该东西 如果你有一个调规 有一个制度去跟的话 你就是有法可依 就是你可以跟着说 OK 现在这种情况怎样罚怎样做 但是根据我所看过的那个 大马蓝总的章程 就是2011年版本的 现在还没有改 听说是已经正在想在改着 在改着 什么时候新版的出来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现在一直以来是引用的 是9年前的版本 那个时候还是张庆兴做总会长的时候 那这9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的 对 9年来 而且9年就是在2011年之前 对 也是很多这些球员 应该说层出不穷了 就是球员大部分都会是体制 这种不清晰的体制下的一个牺牲品 以前你看我们以前的时候 就是周跟周就是来到青年赛 元首辈 就是周跟周抢球员 对 这个我的球 这个是球员 我注册在我的球队名单 你又注册在你的球队名单 那到底是谁 然后就 就抢来抢去 然后到最后是进在进球员的 所以是很奇怪的 很荒谬 对啊 关球员什么事情 对 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 球员是整个就是 球员应该是说我们的资产 对 是篮球产业 就是这个篮球产业里面最宝贵的资产 我们如果你说搞篮球的 你我们应该是说 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嗯 给球员 嗯 或者教练 或者说整个相关的这些人员 嗯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反而我们去 反其道就行 去竞赛球员 去打压 对 我想说啦 有些球迷也会有讨论到的 就是 呃 他们有讲说 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 代表州队跟代表国家队 没有那个归属感 嗯 就是你让我的 我 我没有一个 呃 有很强烈的欲望想要说代表 州去夺得任何荣耀 这个也是其中个原因吧 因为你看我球员的生涯是很短的嘛 嗯 我们你长的话如果你好好保 你没有受伤病影响没有你好好保 你你19岁开始打或者说你18岁开始 代表或者呃打联赛啊什么全国赛这种 20年嗯 38岁 我给你20年啊你达到38岁退休了嗯 你是20年而已哦 但是你在这20年里面 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平台给他们嗯 去发挥去通过打篮球这件事情嗯 呃可以养养活自己或者是养活一个家 应该是说让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心无旁骛 对 去提高自己的球技进而带动到我们整个篮球圈的发展嘛 对 因为你看到我们说回说2011年的版本嗯 那时候可能球会还没有这样多 所以你可能球会还没有这样多的时候 州跟州的那种争人的抢人的球呃情况 你已经很难解决就是已经解决不了 对 甚至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其实 宗旨呃只只不能转会 只能住戒嗯 什么东西都出来了 但是这都是资标不资本啊 对 然后你我们看看那个像2011年版本的那个 那个兰总的呃账成 他里面就没有涉及到球会的部分嗯 他只是说呃什么人什么什么组织是呃 呃蓝总的member嗯嗯 他的member就是他的州属会主要还是蓝总的那套体系哦 对你都没有注册嘛 这个部也不算对蓝总体系 你就是州属会是蓝总的member嗯 然后还有一些是假如说honorable live member 就是那些对可能对蓝蓝运有有贡献的一些独立人士 怎样就是也算是一个呃会员嗯 那球会是不在讨论范围里面哦嗯 那你怎么去规范他们去监督他们嗯 去管和他们 管下他们 如果我们根据我们不要管呃 我们不管就是职业联赛啦 因为职业联赛是不是在体系内 不是在体系内的 那就就这边呃 呃听众朋友你们自己也要分清楚啊 像MBA这种他是商业机构商业联盟 所以呃今天有一天就是呃美国国家队 如果选了kevin durian kevin durian呃不要打 他可以有选择权啊就是我 不过根据fiba的规章是如果你拒绝代表国家队 参赛的话就好像也是可以处罚球员的 在fiba我看我看了fiba的那个账程 嗯就是在fiba的账程里面他是说 如果这个fiba calendar里面的官方比赛嗯 国家队召这个球员嗯 球会 所谓球会就是这个球员是跟这个球队有签合约的嗯 sign contract的嗯 球会要放人嗯 不放人的话受罚嗯 如果球员不代表 那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比如说就是从你受召 到那个比赛结束嗯 这段时间里面你不能代表任何球队嗯 参赛嗯 那如果在这段时间这个球员他不去国家队 但是他代表这个球会嗯打联赛或者说打什么其他一些 比赛的话嗯 他会被罚球会也会被罚嗯 那你就是有一套呃 法 所以所以那法规那其实就很明显是 根据fiba的规则就是先有先以国为呃每个国家最基本的依据哦 对你国家队召你去打对一个官方fiba的官方比赛你要去嗯 就是你如果你受伤的话当然你可以证明你受伤你不能去嗯 但是如果你拒绝的话你不去你会受罚嗯就是这样简单 在其实在足坛也是一样你你篮呃足球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一切以国家队为优先对所以在国家像足球足球界他们很多就是呃 呃不想代表国家队会有球会不想放人因为他放人过去的时候怕他受伤怕他受伤 他们就很多就是呃受伤不用代表嗯他受伤了就是可能在国际比赛前的那一个那一轮比赛 以前他们就说福克森常做种事啊他就说呃受伤了嗯不能去他就出一个医生证明说他受伤了不能去啊 不过这个这这种事其实是呃也不能说奸诈啊他是有他是符合那个条规嘛 因为我就是我可以面倒你这条罗就跟你讲说这个条规是我球员受伤啊 像我球员真的是有医生开个证明他真的是受伤我受伤轻跟重嘛 对这地点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看回去大马兰种的话其实就是好像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办法就是在掌程里面对就是对于这个球员呃就是如果有发生个周暑啊就是拉人啊然后包括现在有一些乱象就是一些俱乐部嗯很早可能在球员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签他哦嗯因为现在很多嘛越来越多嘛这个情况要怎样去解决因为他也不是注册在 在大马兰种那大马兰种其实你因为搞篮球跟打篮球其实也就那几个圈子就大家应该都认识了啦都知道了所以在这一边呃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真的是要与时并进 要定一套就是机制对呃然后然后主要主要机制就是还是要把球员呃放在手要考量的位置啦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球员是被摆上台的对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是被摆上台的嘛对不对其实球员的冤枉很简单我需要打球我需要打球然后我能领到一份薪水的情况下我去打球对就是这样简单嗯我在文章里面我有提到其实我据我的观察啦其实很多球员嗯他们甚至到甚至不知道自己签的合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嗯是真的明白那个合约的内容吗嗯他可能只是会说我相信你老板不会害我对我就签你给我也 也可能也没有找律师去看一下对啊而且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讲到牵涉到的另外一个就是这整个篮球产业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我们这边没有经纪人嗯这个东西对这个角色因为你很多就在职业职业的那个层面的话 这些合约一般上都是由经纪人去谈的嘛嗯球员的合约我就是我就是专心打球对合约的东西我就交给我的经纪人嗯他帮我去争取嗯不要讲球员啊我们本地的娱乐圈很多艺人都没有经纪人了所以到底球员签合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到自己的权益是什么嗯作为球员你知不知道你的权益是什么嗯而不是你你你签了一份合约就好像你卖一身一样 嗯那个不是买三凯嗯嗯你签了之后老板叫你不要打你就不要打叫老板叫你去这里就去去那边就去那边嗯嗯你要知道你你自己的那个呃权益是什么嘛球员的权益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球员可能不知道自己是签了什么合约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我们没有一个呃联赛作为那个支撑那个基础对但你这些球会签了球员到底做什么对啊你待会签了一个 前来前来前来做什么而且很很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球队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嗯周队嗯还是半职业的还是一个俱乐部还是一个球员有没有注册的嗯是注册在哪里因为好像是有给钱球就是有给合约因为我们不是说你给合约球员就是职业嗯比赛哦嗯就是职业球员哦 明白这个是两方呃就不不相干的东西嗯只有我们很多很多东西我们都全部没有一个很好的界定到底是这个是什么这个球队是周队的属于周队的嗯还是属于因为他打比赛的时候可能又以周的名义去打对嗯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第一个第一个问题呃归根究底就是整个结构性对结构性的这个呃就是没有坏套 没有办法出来让大家去医招了因为如果是想说大马蓝种这个当然我们不是把所有问题都推去蓝种这边我们是我们是希望说藉由这次的讨论跟就是过去呃发生过很多次的这些球员竞赛事件呃就是其实也敲响一个警虫因为如果在照按照这一这种情势发展下去了就是也只会照就越来越多心回忆冷的球员就不想要打比赛对就反正我就 就等有职业联赛有老板要买我我打个比赛三五千块这样对因为因为我们这根本不会汇集到整个篮球大环境嘛因为因为我们以前这也是其中一个以前我们我们说我们要走求惠制嗯求惠制是那个要同那个世界的借轨嗯10年前我写评论的时候我已经写这个东西嗯我说我求惠制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嗯但是我们要走求惠制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联赛去嗯去支撑他然后这个球会出现越来越多嗯但是然后你又没有调规一个制度一个健全的制度去区分什么是周队什么是球会嗯然后那个比赛是怎么分嗯嗯这个周队打什么比赛球会打什么比赛我们甚至出现过像去年的球会去打援手背嗯又背很多人批评对就不能不累这样 就是你又有周队又有然后周队就不要参加因为周队都没有球员对因为违反了呃呃呃呃员员过去呃五十几年来的那个处众啊对啊因为你你你好的球员都被球会牵去了嘛嗯然后你周队都没有球员他们不过其实这个也要讲一下就是呃俱乐部参赛然后周队不不出队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啊不成立啊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因为球员因为球员不是只有比如我想讲我们想许朗哥就好了许朗哥有那么多球员 不可能没有球员 像你想柔佛 肯定有很多球员的 柔佛这样多人打篮球 他不可能凑不到一个15人的球队 我觉得就是那种想法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 反正去也是挨打 因为最好的都在集中在一两个球队 对我明白 是不是现在我们如果去对中国 对我们少讲也要输一个七八十分 那我们就不参赛 因为如果你把整个 就是这个篮球产业链这一块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我们不要聚焦在一些小恩小怨 或者是我们不要纠结在某些节骨眼上面 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小问题是可以 可以缓解的 其实只要大家同心 就是你不要有这么多 你看hidden agenda那种 不参赛连续 应该两年吧 两年还是三年 连续不派对参赛 就不派对打 这种情况是第一球员也没有机会 第一个少掉一个机会 第二是久而久之 就是因为有谣传就是明年的元首杯 这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这几只州队就是会派对参加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就派对参加了 因为他们据说 就是说你现在他们的想法就是 你元首杯就是给回州 州队去参加 你州参加州的全国赛 然后你联赛就给球会去打 那个概念是这样 那样的话就可能一些州队会觉得 这样就公平一点 因为是给回州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赛制 就你给回州队参加这个比赛 球员的资格问题也是会引起争议的 因为有一些球员 你怎样去盯他代表哪一州 比如说一些球员他在雪兰儿出生的 他现在成年过后 他现在去了别州工作 或者说他在槟城出生的 他现在来了KL工作 很小的时候 他就来KL读书工作 这样你怎样决定他是代表哪一州 如果你看有些人说看他出生的地点 有些人说看他的IC 这些东西那个游戏规则 其实那个游戏规则就是真的你要 大家都坐下来 你不能只是 你一个条规则出来 你不能只是得益 蓝种得益 就是只有一方面得益 你就是大家都可以满意的 但是当然你一开始实行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你一开始 用州队去打这个比赛 有些球队可能他们实力就会被削弱 对 因为他们要把一些球员归还到州 就看他们怎样定这个条例 归还到母州了 但是长远来说 你可能是一个公平一点的做法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球会的话 你就打联赛就好了 你就不要掺进去 可是重点是我们没有联赛 所以就是要去create一个出来 因为你如果一个国家里 你没有联赛去支撑的话 很多东西你就是走不成的 像刚才私底下我们有讨论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讲到 规划球员的这一块的 对 我很肯定的说 你就算有一个人 他想做你的规划球员 但是我们国内 我们有平台给他吗 即使我现在很努力 我在外面去接触一些国外的人 找到一些混血球员回来 我们都没有这个环境 我们这没有平台 也没有环境给他回来 重点是人家 球员应该也不会想要来这边 因为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跟机制 我们像泰国 越南 还有印尼 他们也是有联赛去支撑 所以很明显是我们在体制上 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 本期节目我们主要一开始是讨论 就是球员竞赛这个 就是我们到底是否有一个规划 他目前来看是没有 我们希望 有关单位就是可以尽快 推出一套 与时并进 然后跟符合时下 球会 俱乐部 或者是一些班职业的这些球队 在前任的时候 如何去界定这些合约 跟球员身份的问题 因为到最后这一项 我认为如果没有定出来的话 依然还会有发生 肯定会继续发生 还继续发生 球员被竞赛 然后到最后最大受害者 其实就是球员 对 因为你竞赛球员行不通 你以前进 还是继续发生 你现在进以后还是继续发生的 这个像情况 就是跟最近SBL跟Plus Lake的那个问题 其实也是很相似 非常相似 因为你看现在SBL他们去 昨天的新闻就是说 他们出台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说你那种房子超前部署了 就想防止那个Plus Lake或者其他联盟 恶意挖脚了 又那些选秀 就是那些大学球员没有通过选秀 就加盟了Plus Lake 也是类似这种 他其实是两个机构 不一样的authority去 所以他们因为 在争夺资产篮球资产这一块 因为之前Plus Lake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只有SBL一个 对 球员也只有一个选择 你不然就是去对岸CBA NBL 你不然你留在台湾的话 你就是打SBL 你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但是现在多了一个Plus Lake出来 游戏规则又不同了 这个其实有点像当年美国 MBA跟ABA的那个年代 你都是有这种 当年ABA也是 就是 是ABA先成立嘛 然后才到MBA 大概1930几年的时候 没有错的话 一直到后来ABA跟MBA 大概要两个联盟要合并的时候 就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 Dr.J J博士 Julius Irving Julius Irving 以前的Nets是在ABA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布鲁克林篮网 其实以前是在ABA里面的一支球队 然后 Julius Irving 从大学毕业过后加盟那支球队的时候 他就是ABA的招牌了 所以也是有球员的资格的增值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 我这样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评论 我认为SBL出这个政策其实是很笨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一 本来你 本来Plus League就是因为你SBL第一宣传 包装 行销 然后还有形象 还有跟一些打造品牌 就品牌价值 球队品牌文化的价值 人家就是因为看准你的这个 这个比较差的那一点 然后去做出另外一个联盟的差异化 然后你现在出这课 那如果我们也很简单的衡量 就是因为那个球大宗 就是台湾知名教练 他也是SBL里面的顾问还是什么 他就讲说 比起Plus League SBL是比较实在一点的 就是空空如也 然后就台湾的球迷就笑他是 其实你现场看球也是空空如也 SBL是给专业人士看的 就是比较干净 没有这样多美光灯 没有这样多绚丽的东西 可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因为篮球毕竟还是打篮球的人 跟看篮球的人 那如果你不顾 就是你做这个比赛 如果你没有去往球迷的方向去思考的话 到最后其实那个你的未来跟前景 只是很也非常容易可预见 就是SBL我觉得会衰落了 随着这一套政策出来 如果他们真的是有严厉去执行的话 因为你进球员没有意思 我一直都说你球员是夹心人来的 他夹在中间而已 你们的斗争受苦的是我 到普元就可怜 普元 因为他两边都要参加 所以他变成说他的球员要 所以陈欣安说我不好讲发言 他的身份很尴尬他不好发言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需要 因为你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 你打破了游戏规则 原有的平衡 原有的游戏规则 那现在就是一个时候说 你怎样三方面 他们的蓝鞋 他们的SBL的 还有Plastic的 怎样去做下来去共同 制定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是符合大家的利益的 跟我们这边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蓝总 对 球会还有这些州属 你们都应该要就是坐下来 好好去商量一下 定下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一个新的条规则 怎样去监管 让这个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而不是现在杂乱无章的 现在就是你这个你有你做他有他做 然后这边球会又这样做 那边周会又这样做 然后蓝总又不懂要怎样去管理他们 对 而且长期都会面对经费的问题 对 那经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然后又出 就又疫情 又没有办法打比赛 还不如称作这一年 可能我们就没有比赛 我们就先把一些基础的 对 一些体制把它建立起来 那后年等2022年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是在整个应对 跟在举办比赛 跟如何栽培球员这一块 会做得更得心应手一点 其实我们我以前我也是有说过 像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在东运会也没有什么成绩了 应该下一阶如果也不会 除了除了女男政府还有今天之外 男男政府都不会看你一眼 那如果你要等人家来打救你的话 你等政府来打救你 你不如自己去自力更生 去自己做好来 趁这个空档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活动 你这个空档 你不要闲着没东西做 你就是大家 我相信可能蓝总里面也是有人在动着 就是在想着要做些什么东西 这个是肯定的 只是说自行方面可能有困难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 你趁着这段空档 你们大家就好好的 做一个好的游戏规则出来 让这个蓝运更好 而不是现在斗争 什么拍戏 这些东西这么多年来一直存在 拖后脚的什么东西 没有意思吗 你讲的话有些人会不开心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不怕 这个是事实 不过这个如果注意 跟留意本地蓝组圈 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是局内人的话 你是体制内的 你自然清楚了 你只是说 我这样讲出来好像很没有面子 但是这个是事实 大家在里面的人都知道了 是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只是大家没有公开去讲罢了 这个球员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如果这个球员的资格 跟现在一位球会签了这一些球员 那他们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形式签 他是NGO 还是 因为有一些球队 他是用老板自己的企业去冠名这支球队 那他是属于这间公司底下的一个资产 那因为其实如果是用不一样的形式去注册这支球队 他会完全 完全不一样的后果 比如我们讲NGO就好 如果真的是成立一个大马媒体队 大马媒体队 谁具备代表大马媒体队的规则 就是由我们去写 那我的名字叫大马媒体队 所以可能我们会写 前媒体人可以打 或者是现在的媒体人可以打 或者是我们还可以信纳一些前国手等等 那注册在NGO底下就因为非盈利 所以 然后他也不需要 除非你利用这个NGO就得赚到一些钱 那你才要去缴一些税 不过缴的税也是很低的 那有一些我据我所知的 有些球队我就不方便透露什么名字 他们是 park under在老板的一间公司底下 然后老板用他的公司来出量给球员 他就把他的球员当作是员工 那有一些合约就是 我给你这个合约就是你在我公司里面打工 ok 那他这种形式就不是签球员了 你明白 他就是我们一般的雇佣合约那种 他只是没有给EPF跟SOCSOVER 所以 这 我觉得会有一些小球员就是 他可能也觉得 还不错 有人一个月给我签两千块 我又可以打球 很好 可是 是否蓝总也应该要注意一下这个现象 因为我认为只会越来越多 对啊 因为有 因为其实有心搞篮球的 我们也不是讲说这些老板是不好 我是说我们 有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体制出来 就是让所有人去遵从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这个游戏规则其实是确保所有的玩家 嗯 ok 然后里面最重要的那一般资产就是球员 对可以得到更好的环境跟空气 对 对 打球 然后心无旁骛的去提高你的球技 对 进而带动整个篮园的发展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 应该会是接下来会面对到更多的问题 肯定要做这方面的东西 是很困难的 因为 但是如果有兴趣去做的话 你去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些章程啊 他们的做法 他们的条规啊是怎样的 像 像之前呃我在我自己的直播那边 我问小谷 还有台湾的那个小谷 因为那时当时他是Plast Lake成立的时候 他有被呃黑哥叫去嗯 就是因为他对篮球的那个知识嗯 比较丰富嘛嗯 他就被叫去就是帮忙看一些制定的那些条规嗯 啊那种章程的东西他有呃更近一点嗯 因为他看过很多世界各国的 他也在直播里面讲了 他看过不同国家的联赛的贵账嗯 然后找出适合Plast Lake嗯的那个贵账 所以我们其实也一样的那个情况 对 你说如果我们不懂要怎样去嗯 你可以我们也透过参考啊模仿啊 我们不懂怎样写这个贵账的话 那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些成熟的 就是篮球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些国家 或者说类似的嗯 类似我我们国情的国家的那个规章 我们参考他们是怎样去列这些 怎样去监管嗯嗯 呃周队球球会这种这种情况的嗯 或者说甚至呃如果人家是没有周会 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也是 而且其实我们的周还有一些分别 就是球迷朋友可能也不知道 像比如说西马的大部分的州属就是呃周 呃周自力更生哦嗯 那有一些周像比如说沙拉越是他周 又有周的体育委员会嗯 像沙拉越是有一个他的经费是体育委员会 在付那个付他们训练费的嘛 对那个是否呃 据我所知那个是他们体育委员 呃沙巴州的政府给他们那个沙拉越队的 呃经费去训练打参加马运会的 对对对对 那其他的州可能就没有这种 像雪兰河是没有啊 雪兰河就是完全就是靠 吉隆坡好像有啊 所以我是说不一样啊对 我们也要把各个州属不一样 你这个啊比如说吉隆坡兰总是 隶属于哪一个官方机构底下 嗯经费怎样 那我们也要同整出来 然后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一个制度 因为有一些对 州他真的是篮球资源就比较匮乏了 第一他们的金属就比较少嗯 第二篮球人口就比较对比较弱一点 像北马的对啊 玻璃寺啊那种啊 对啊那些完全就是根本出来就陪跑 陪太子读书陪跑几十年嗯 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很很难去带动啊 对他偶尔可能会有几个人才 像比如说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既然当你不会有忽然间一整队啊 很强的十二个的跑出来 就挑战对这个冠军宝座 不会那就如何去呃 利用这个规章去帮助一些比较弱的一些 嗯的州 其实才是才是总会应该要要自律 要要做的一套东西 而不是办张归事 哎按张办事 就是我们今年年头了 我们就来办一个会员大会 啊啊 然后比赛到了 我们就来办一个比赛 那我意思说 嗯 这样做也没有错啦 不过如果真的是有心 要跟蓬勃去发展的话 我们就把游戏规则定好 对 然后让 大家去follow 先不要管这些老板会不会去遵守先 至少我们先有一条法规 对 当这个新冠肺炎来的时候 就是跟你讲 你一定要戴口罩 你不戴口罩我就罚你一千块 对 我意思是这样啊 就是要把那个 呃 条规都定出来 对 这样才才会看到有人去想玩的人 就说我会遵守这个规则 嗯 那不想玩的人 而且而且我们说那个游戏规则说 不是说我觉得公平 或者说你只是你觉得 而且大家都觉得OK 这个是公平 对我公平 对你公平 对他也公平 这样OK我们可以玩 嗯 这样才有才可以玩下去 不然的话你出台一个规定 说你觉得公平的 但是我一看分明我不公平 好像对我不公平 分明是整对我们 好像可能对既得利益者那种 他说我不公平 我不想我不要跟你玩 嗯 这样的话就也也没有意思 嗯 对不对 这样就大家都觉得呃 公平的 或者说有些有些人 或者就有些有 这方面你退一步 我也退一步 嗯 我放弃一点 你也提供多一点 或者你也放弃一点 大家来呃 呃 打成一个协议 打成一个公司 对 因为我们要把球员 或者发展篮球 放在第一位嘛 嗯 而不是说你们私人恩怨 或者我的利益 你的利益 或者他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而且而是放在 国家篮球的 呃 球员的利益 摆在第一位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好 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聊的也差不多 不过最后我们要补充一下 我们上一集其实是有提到说 呃 这个Fiba亚洲杯的这个资格入选赛 明年二月的 嗯 呃我们要不要跟我们的就是听众来报告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大马兰总的那个教练的名单 嗯 就是是否已经出了 因为明年我们二月要去参赛了 然后我们现在教练名单竟然 好像没有对外公布 据说还没有了 嗯 就是整个名单以前初步是有一个 嗯 但是那个后来又有改变 嗯 所以现在是呃 正式的那个名单 呃 我是听说是呃 我内部告诉我的 嗯 就是还没有定下来 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那什么时候才会定案呢 因为教练我我 我们认为说你要派兵去打仗嗯 将帅你应该是位置要摆好吗 谁是大将军谁是先锋 这样 不然我我真的我们真的是看不到明年二月 我们出去打比赛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其实哦 我我最近我跟一个朋友呃 聊天的时候一个内部的嗯 他也是说其实其实现在的情况哦 你国家队 其实你不就算你就算你叫Phil Jackson来带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因为我们球员没有一个完整的训练 呃 确实是 长期以来 长期也 我们也没有一个长期的训练 就近这十年来啊 就是可能最差就是今年了 就我们没有办法去 一整年没有比赛打 嗯 然后 你要呃 到底你要怎样去去带动这个球队 因为我们知道参加这个入选赛 嗯 是 谁谋伤 为了完成死命 不是搞谁要伤 嗯 是实 你打十场肯定是输十场 我我我 不是讲讲讲 对我们自己啦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清楚实力在哪里嘛 嗯 对不对 那你教练 有没有教练真的是肯带这样的比赛 因为你带出去嗯 嗯 嗯 你出去比赛 你输得很难看的话 你自己也没有面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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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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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输104分啊 或者是输多少分啊 所以有没有你要找教练的时候 你说教练有没有教练愿意去带 嗯 那如果有人愿意去带 当然是最好咯 有没有可能就是 但是这一次反正 那定堵路是吧 嗯 没什么好输的 没什么好怕 就大坡大利 我们就连教练组 我们也找年轻的教练回来 其实 因为其实 我们大 我们篮球圈里面就是好像一些其他的工会啊 然后我们有去留意像什么什么 习惯的工会啊 嗯 你去看里面的理事啊 平均年龄都是在70岁以上 嗯 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马的一些 NGO啊 那些中辞工会啊 什么工会等等 比比皆是啊 嗯 很多都是 我讲平均年龄最低的 至少也要65岁 嗯 就是那种已经退休了 我们俗称讲的 车保卖包 在家没有事情做 就去工会处会打转一下 这样子 我们蓝总也是有这样子问题的情况嘛 对不对 那也不是说这些 呃 元老或者是他们不好 而是说 是不是有必要要让一些新人上来 新人是新作风 然后有一个啊 看到一个新气象 你要做到这样的话 其实也有一个难题 对先从教练开始 因为你说你要找新人上来 嗯 那这些新人 他们愿不愿意就是放下身边的一切 嗯 去投入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回报的 嗯 篮球教练这个生涯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篮球产业 我们我们一直说的篮球产业 我们做不好 嗯 那个饼没有办法做大 我们 你不能只是做 呃 你在国外可能说我做一个主教练 嗯 我年薪多少钱嗯 我就已经够我养 养家活儿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在这边 你做一个教练 你多少钱 哦 然后我还要兼职做其他东西 可能可能我是兼职做教练 然后我正职是做什么 其他东西对对对 那如果你要我全职去带这个球队 没有法国也 法国也不是法国也是有正职的吗 哈哈哈 法国他也是有他有自己有经营生意的 但是他因为他他的生意已经是 已经上轨道了 他就不需要去一直要去赚住了 他就可以抽身出来 嗯就是花时间大部分时间在篮球上面 哎就能跟你讲 年轻球员的话年轻人的话 他有没有可能说我现在放弃我打工所赚到 有赚钱的这个机会 嗯我就投身来做教练 可能蓝总可以给多少钱这些教练嗯去去做 或者说教练我愿不愿意说我放下 我不不不不去算人工或者怎样 我就是为了国家的蓝运 我愿意现身嗯收很少钱 真是不收钱也没有关系 我就是要帮助大马篮球 有没有这样的人嗯我们不知道 可能有可能没有 可能有可能可能有啊 可是因为如果没有太旧换行的话 嗯所谓的太旧就是因为 你看有时候呃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啊 可能他自己指教的也没有没有办法上去了 对 你就要靠一些新的新潮流 因为有我听到的就是有时候 也包括跟球员的沟通啊 有时候你看你太老 你跟年轻球员要怎样去沟通 你叫他们要玩手机啊嗯 叫他们self discipline啊 这有时候因为有人就会对 比如说你我们现在说 给一个全新的人去嗯去去去做 带队或者怎样没有经验 他们会说哎 这是这么年轻没有经验呢 怎样去带这个国家队 或者是国庆队或者是什么东西 他没有经验呢 然后那种可能已经被刷下来的 那些老一派的嗯教练 可能他们就可能心不爽 或者是怎样的 他就会说哎 这些哪里可以嗯 或者说会有一些闲言闲语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啦嗯 但是你要怎样去拿捏这个这个东西 说你要用心的 如果你真的是决定要用心人的 你就大胆去用 不要理人家讲什么嗯 反正都是这样了嘛 我我对啊 我我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啊 反正就是其实我们也也没什么好数了 对啊就是你如果你 你决定了你是说要用用心人的 你就不要理人家怎样 那些背后怎样说了 你就直接去改革去 大胆去放手去拨一拨就好了嗯 因为你经验你说 我现在不去我什么时候有经验 对啊总要总要第一次嘛 总要开始第一次 我说有时候球员没有经验 当然没有经验 他都没有去打比赛哪里有经验 嗯 每天自练球的话有经验 这个我们上次有前几集前面有提到啦 就是如果说嗯 下一个窗口赛 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些球员就是现役的 国手我们不想打 我们就干脆就 找一批新的嗯 就是比较年轻的 甚至是让呃新的一些教练去带 搞不好呃 或许可以让这些年轻的球员去外面吸取一些经验啊 我觉得有时候经验很重要 就是你打比赛 球员是要靠打比赛来实战 对 来滋养自己的那个战术的那个 包括你的战术思维啊 你要如何去阅读比赛啊 然后你要你要怎么去呃 掌控那个比赛 虽然对 就算是输球也是一门学问嘛 对 明明只输只可以输20分呢 你为什么要输到60分 嗯 有时候也是一种呃练习啊 对 因为你你通过实战的吸收到的那个经验 那么你才可以呃呃滋养那个球员了 那个才是真正的养分 如果你只是每天练球という 对 肯定不会呃提升的 嗯 而且我每天练球的话 对手都是熟悉的 我 你有多少精良我都完全熟悉 嗯 嗯 不会进步了 呃 嗯 本期节目也大致上要结束了 嗯 有在追看我们的全体育的美洲蓝坛 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官方面子书上面看到 就是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七点 我们会上传这个节目 另外我们也会在Apple Podcast Spotify还有Anker 就是上载我们的这个Podcast节目 希望我们大马的蓝运可以过得更好 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做的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它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看法想法 就是对于关于我们大马蓝坛的所有的大小事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贴文底下留言 或者是给我们发一些读者来函 给我们知道 下一期我们可以为你带来 或是讨论任何一些篮球的这个节目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高手在民间 因为有时候一些球迷 或者是一些旁观者亲 他看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他们想到的解决方法 就跟我们在局内的又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在意大马蓝球 大马蓝运的 读者或者说球迷 或者观看这个节目 如果你有想法 你觉得可以怎样去改革 或者说你可以真的是留言 或者说写信过来给全体 或者怎样 就是甚至是写信 你直接写信到蓝种建议给他们 也可以 就是我们是集大家的一些想法 对不对 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好的idea出来 我们不知道 所以鼓励大家多一点发言 多交流 对多交流 好本期节目结束 到这边拜拜 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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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